繼續來關心長輩們的健康 陽明大學十字軍社團 跟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的社區天使 每年8月份都會執行健康的活樂宜蘭市計畫 祖團訪視宜蘭市5個禮65歲以上的長輩 幫這些阿公阿嬤來健康檢查以及身體評估 主動關心他們的健康 陽明十字軍社團用行動劇表達出老人家的就醫陋習 我們阿嬤就是太天氣了 正前趕去便宜檢查都沒去 真的是 人家一定要等身體出問題了才要去便宜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他 所以說你這個腳也趕快去便宜檢查一下 我說的都是很實的 骨質疏鬆在老後就常常發生 常常都會做成骨頭斷掉 老人家要是身體不舒服 有些會靠偏方或選擇一天天忽略 陽明十字軍社團和陽大副一的社區天使隊組團 從今天開始利用六天時間 會主動拜訪宜蘭市校聯里 北門里 中山里 西門里和南門里的65歲以上長者 幫銀髮足量血壓 身高 體重 腰圍 以及做健康問卷評估 就是國火還有糖分還是火太老啦 就是你平常是如果出現老公還是腳手的肉 甚至是平衡不不鬆快 還是睡不著的時候就要注意 宜蘭是一個老年華人口滿高的一個縣市 但是對老人來說 他當然帶來的就是老年華 失智 失能 長期照顧 是健康促進的一些課題 陽明十字軍將從今天開始 從8月11號到16號 會在北門里 西門里 南門里 中山里 以及校聯里 哀家哀哭 拜訪65歲以上的長者 為他們做身高體重心電圖的測量 以及問卷 保釋更重要的帶來關懷 以及熱情 十字軍社團 多來自就讀醫學相關科系的學生 這項健康樂活宜蘭社計畫 也是累積未來行醫服務的經驗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 總報道